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沙拉越州政府宣布全力支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继续领导国家 沙州首长兼沙州政党联盟GPS主席阿邦·朱哈利指出 他们对于慕尤丁的领导有信心,认为他可以专注带给国家稳定 阿邦·朱哈利表示他相信如果国家稳定,人民能够面对更大的挑战 另外在巫统方面,巫统巴西腹地区部主席扎沙拉越打响第一炮 宣布辞去关联公司Casada工厂私人有限公司主席一职 他也是巫统代表大会议决与土团党断交之后 第一位辞去关联公司主席一职的巫统领袖 扎沙拉越表示他辞职是为了响应巫统领导宣布不再支持国盟政府 他也呼吁其他巫统领袖应该立即辞去关联公司的职位 以尊重巫统代表大会的议决